2024巴黎奥运在今年夏天要登场 花莲市立幼儿园特别以勇闯同序奥运会为主题 星期六在县立体育馆举办了亲子运动会 300多位的小朋友化身成各国选手在体育馆展现的活力 而由于地震不断 花莲市立幼儿园也加强防证准备 要确保家长和孩子们的安全 花莲市立幼儿园亲子运动会以勇闯奥运会为主题 让各班的小朋友做各国选手的装扮竞场 展现无比活力 而27号凌晨 花莲又有规模6以上的地震 施工所也加强了防证准备 要确保家长和幼儿园们的安全 2024是我们巴黎奥运会的一个开始 那我们今天举办我们签止运动会 也希望借此让运动 让父母跟孩子们有更多的一个连结 那我想今天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周全 那我想余政也在昨天晚上也有两起的余政 那我们自己今天也有带一些 我们的避难帽到现场 我们也是希望说 孩子们在亲子的运动会的当中 万一如果余政 那也可以让爸爸妈妈知道 我们如果是如何来做一个防证的一个措施 那当然也希望说今天的亲子运动会 不要受到一些余政的一些影响 那我想运动是很好的让爸爸妈妈跟孩子的一个连结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爱上运动 让他们强健体魄 最后我也希望说我们孩子们能够快乐的一个成长 虽然花莲还处在地震威胁当中 但是花莲施工所还是希望可以透过各种活动举办 稳定人心安抚人心 更希望用正常生活态度走出地震的恐惧阴影 看到小朋友们活泼可爱的模样 确实让大家露出真诚的笑容 市立幼儿园也用心安排各项趣味活动 让家长和孩子们在场上展现默契 一起度过欢乐的周六假日 借理会欢迎市报道